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这个区域 有这样子的一个地质特色 所以也造就了高频率 然后高密度的地震 那台湾过去每30年到40年 就会发生一次灾害型的地震 而嘉义是台湾承受地震灾害 最频繁的区域 因为这里有一条梅山断层 那梅山分别在1792年 还有1906年 发生过两次的大地震 而两个地震相隔114年 而且规模这个震度 都是7以上 那今年距离1906年的梅山大地震 已经届满了117年 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百年再现的周期 那目前呢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警戒的状态 那么学者跟相关单位 都在密切地注意 梅山地震带的这个发展 那我们先将时间把它推回到 1906年的3月17号这一天 梅山大地震总共夺走了 1258条宝贵的性命 那因为早期的房子 都是头角处 所以因此全毁的民宅 就有6769栋 而当时的女性 多半又缠得小脚 所以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逃 以至于女性伤亡的人数 甚至于还高过男性 而同时呢 当时的台湾民众呢 也排斥西医 因此在地震 这个震灾发生之后呢 有很多不愿意接受 外科手术治疗 而死亡的伤患 就多达了43人 那这场梅山大地震 又为往后的台湾 在防震防灾的 这样的观念上 又带来什么样的警醒呢 1906年3月16号 这一天 盐水港厅关子岭温泉 和平常很不一样 泡温泉的水 突然出现白色浑浊感 温度还不断上升 不寻常的氛围 让日治时期 当时的游客 慢头问好 在斗六的一个井水 它们就产生异常了 甚至在台南 也有一些井水 产生这些异常的情形 斗六有变电信局的观赦 还有台南市 几处街道的井水 陆续变得浑浊 正当百姓呼吁着 究竟怎么了 隔天3月17号 凌晨6点13分 村民破晓 一丝宁静 却被打破 全台阵晃动 下行正在熟睡的人们 异常凶猛的强阵 伴随着轰衣兰冥响 整个大地不断颠扬 让人如站在波涛汹涌的小船上 无法站立 黄研曼同志冲天际 四面八方传来了七里的惨叫呼唤 有心想要哭 有心想要哭 有心想要听也哭 林一鸣是嘉义新港在地居民 她的祖母辈辈都在新港生根生活 回想起梅山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天 她的祖母双手抱着刚出生才六个月大的父亲 没有完好的屋子避难 也没有食物果腹 更一度与家人失散 日落后下起大雨 祖母只能将父亲抱在胸前 蹲在破损却仅存可以躲的专墙角落 有身体挡雨等待救援 当初美山断层搓洞的时候 有些房子倒了 有些树 事实上甚至树就直接被对切了 大地瞬间裂成了好几片 瓦砺堆下此起比诺的凄惨身影 加以厅前的热闹马路成了废墟 供奉妈祖的新港奉天宫 也被扔到满目窗宜 惨破不堪 其实奉天宫非常的可怜 那时候只剩下妈祖的神房 如果看到老照片 就可以看到它只剩下神房跟厚店 短短数十秒的剧烈摇画 嘉义一路到北港抖溜沿水港厅 超过5600户民宅全岛 防射仅存 炉灶残留 桥梁石墩 惨遭震轨 靠近镇压眉山的嘉义民雄 街况更是惨烈 它整个地震带的范围 从民雄 铺子 北港 之后溪口 这个区域全部都是大地震 尤其是民雄 比我们更加的凄惨 火车站三处铁柜 湾区变形 大林镇上的民房 道路 遭到断层 横切过 民众哭的哭 痰的痰 当时许多孩子成孤儿 没有家长照顾 交通瘫痪 民生饮食 后勤补给成了一大难题 等待救援的人不计其数 这次的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灾害 那当时的很多当地的物资缺乏 甚至那时候整个医院医生 整个都是受灾亡 木造医院的传染病房破了大洞 一千两百多人死亡 大量伤患有净 如野战医院般的临时救护所等待救援 严重外伤的医疗资源大大缺乏 加上伤患实在太多 没有救护车辆 最后受伤比较严重的 还只能找个木板或是单架 靠人力扛出来 日本警察当时的时候 开始到台湾 民众很讨厌他 管得又多又凶又汗 可是在化身地震的时候 日本警察的使命感非常的强烈 他坚守他的阵线 组织民众 甚至把一些活的人组织起来 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 都用手工去挖掘 那时候日本进来 他引进了西医 第一个语言不通 那当时的话 尤其妇女同胞 既会助诊 这一次地震发生了以后 那日本就组织了救援团 那救援团 刚开始成效真的不好 他们当时也描述 民众接受度蛮低的 灾难电影般的情节 真实上演 缺衣缺药缺纱布 让刚殖民台湾的日本总多国不敢大意 全体动员加强救灾 为了防止灾民不肯接受日籍西医的治疗 官方找来帝国大学 也就是台大西医所毕业的本籍学生帮忙 靠着同胞的亲情力量 说服灾民善用手术治疗 那这些病患也可以跟他们沟通 而且他们热心很认真的去看 那甚至还组成巡逻队 当初巡逻队就是你家里有病患不方便出来 那他们就出诊到各地去 轻伤的灾民自立救济协助重伤患包扎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 还有当时因为太缺乏医疗绷带 他们竟突发奇想 拿当时妇女过小脚的裹脚部充当绷带 当时的话地震发生以后 产生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当时政府就希望安置这些 他陆续后来有盖了蛮多的避难所 都有规划盖的 那他也引进了很多日本方面的经验 那在各地方都有避难收容所 甚至还有医疗医疗诊所 看似一切慢慢恢复正轨 但没想到灾难却没有停止 一连串的余震在一个月内 造成了二次和三次上海 所以呢日剧时代的时候 曾经流传了一句俗愿 就是说新港大地人 都送第四十百人 还有共和代人 就是那时候日本时代 共和代人 那时候要来参加共和代人公民堂 新港这个地方 因为地震完之后 大家想说我们应该要搬离开 离开这个地方 一而再而三的强震 让总督府不敢大意 特别找来日本地震学之父大森房级 实地勘灾调查 他们组成研究小组 拍摄地表错动变化 最后发现是一条 长25公里的 煤仔跟灌层在作怪 专家们用人工方式 把不少断层描绘出来 更把地震分为0到6级 总督府也做出民宅建筑的改革计划 禁止民众再盖冬暖夏林的 偷嘎嘴 偷嘎就是用那个 泥土啊 土啊 加那个 土糠 那个稻糠啊 做去横死 把它堆起来 所以它是很不耐震的一种 一种那个建筑 煤山大地震 后续官方着手调查 发现一个奇特现象 过往台湾 人口比例 男多于女 但这一次大地震 死亡人口比例 却是女多于男 原因却和当时的陈寗陋席 过小交友关 要像我妈 我妈她摆摆摆摆 她摆摆摆摆 晚上都摆摆摆摆 这么小的脚 要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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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的思考 其实是大地科学的一种 台湾自古以来地震频繁 人民长期面对灾变 似乎已经时空见惯了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 地震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甚至不是先躲灾避难 而是拍照 录影 然后上传打卡 多数人对地震的看法 也随着时代而改变 但是早期的先民 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地震呢 日本人类学者艺人家举 曾经记载了 平埔族 赛夏族和布农族 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传说 都认为地震是地底的牛 在摇动身体所造成的 左山荣籍和大西籍兽 所合著的生藩传说集中 也有记载了舟族等社 有地牛翻身 而引发地震的说法 而汉人文献之中 大多记载地震前后 有所谓的地生毛的现象 像是重修台湾县制中 记载了康星年间的 这个地大震 秋七月地生毛 那梅山地震的时候 这个传说汉人 在地裂之处 就发现了一条牛的大尾巴 很显然的 这个时期的汉人 已经将地震意向地生毛 和原住民传说的地牛翻身 结合在一起 那地牛翻身的传说 也逐渐延伸出防灾的仪式 像是绿岛的居民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会拿着工碗瓢盆 来敲打地面 意思是可以让两头 这个打将的牛 把它分开来 那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南头的马祖庙 也举办了打地牛的仪式 那希望可以消异地震 有的人讲说是 在那个马祖 马祖庙的供桌底下 有一个女生 就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类似讲说 马祖有话要说 那就请鸡童 去跟马祖沟通 以前有冠军下去 但是什么话都不说 就怕他 拍到暗门头前 慢慢戳戚 三个月就不说 我们川面觉得既然高 马祖庙的事情都不说 不贵 马祖的事情只要是说 近日将有灾难将至 要村民提早准备 他在所有的苦难 他会先担 我们马祖没有先担 1862年盛夏炎热 台南府城外 嘉义到台南间 岛峰内海的最大港口 如小洋洲般 上前户居民定居的毛港尾 平日夜市市集热闹非凡 但6月7号这一天 却迎来一个 诡异的夜晚 因为在围着公家的头前 那时候这一天 那时候海拆 那拆到这次我们再来打架结设 这就是川面 认为说 他妈祖的积极了 1862年到1865年间 台湾南部正巧面临 戴朝春兵变 戴军大举为公家一城 正当信徒以为 强盗将有一路往台南打 就怕戴朝春夜袭毛港尾 当天晚上各家各户 雾门栓紧 敲上钉子紧闭门窗 庭院地上更抛洒弹珠 意图是盗费 摔个四角朝天 迎头痛急 信徒以为自己做好了 万全的抗贼准备 却没想到 此时一阵剧烈的提调地洞 大地震使得毛港尾 成了人间泪域 没想到当天晚上 是地震来 其实他有机会可以逃出来 因为黄乌乌被钉死了 他逃不出来 岛峰内海一路到台南善化 庙鱼 铁桥 房屋倒成一片 死伤极其惨重 根据史料统计 1862年这场台南大地震 全台死亡人数一共累计 1513人 民房倒塌一共8735间 就连毛港尾的妈祖庙 也成了一片废墟 因地方祈祷讲 那真的是也是说 晚上没有人敢住在里面 关于我们毛港尾地区 房屋坍塌的也是不计数 然后死亡的人数 总共有200多个 灾难将至 马祖好心市井 却万万没想到 这个灾指的不是海贼 而是一秒带走 众多性命的恐怖地震 所谓天际不可泄露 马祖降机 想要独自承担苦难 但神明信众 却双双爱法 当时的描述说 上帝知道了 上帝很生气 说马祖犯了两个罪 一个是泄露天际 泄露天际原罪很严重 第二个 你要泄露也不泄露清楚 害人家误解了 为了地震 毛港尾的马祖被发配 在职进修关了百年 反观同一次地震 嘉义居民可就幸运多了 陈皇爷同样示警 留下千尸 外出劫大吉 又祸不成央 当地官员解释 是戴朝春将至 建议村民 夜晚集体外出抗贼 因错阳叉 躲过地震的乌垮人亡 没想到当天晚上 发生大地震了 结果重灾区 是在那个 叛军的驻营地 就叛军吓到了 整个撤走了 台湾海防的钦差大臣 沈宝珍奏请皇帝 替嘉义城皇爷 赤丰进关 更替这次地震的 各地灾民 申请抚恤发放 到光年间的时候 因为台湾那时候 还不是省 所以作者要送到福建 为了解决事情 就花了一部 灾害预备金 那这个灾害预备金 后来到日本的时候 有流传下来 那那个是专款专用 可能从这边先拿钱 出来去发放 等政府的那个 真的抚恤金的时候 你要拿回去放 灾害预备金的设立 凸显台湾自古地震多 远古时期 原住民没有科学知识 无法理解 为什么好端端的 会突然发生天摇地动 会神会赢的解释 因为弟弟有巨手 在蜷蜷蜷动 其他部族对地震的解读 也不外乎 生生归归 每个原住民 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传说 大洪水时期 整个山崩地裂 地震发生 也发生了海峡 泰雅族说台湾地底有一头鹿 鹿耳朵向海平面延伸 就会引发地震 更有原住民称 地底下有个巨人在支撑大地 还有原住民相信 地震是因为神明 或是祖灵生气了 发出怒吼 摇晃事迹 打从1600年 有文字记载开始 台湾频频发生 死伤超过百人的灾害型地震 发生的地点 更是令人讶异 居然都集中在西部地区 颠覆了过往 台湾东部地震灾害多的刻板影响 台湾很多大地震是在东部外海 那因为东部外海的人口的密度比较低 所以相对而它造成的灾情是比较小的 我们可以知道 那个一府二路以前就台南府啊 就是台南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重镇 它的那个断层都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所以灾情特别严重 1624年 荷兰人占领台湾时 加以台南地区大型地震 让前来统治收复台湾的荷兰人 差点卷布盖试图逃跑 荷兰人刚才他们就在那个岸边 要去门 他们去到这边一直地震 台湾人地震比较少 所以他们来到看来说 不然在地震 他们说台湾地震 好像昨天在幽灵 1646年 热兰之城日志提到 台湾年里有地震 一座新教堂的城墙 差点出现倒塌文献 1661年台南地震 1736年再次台南大地震 瞬间造成703人死亡 当年正是乾隆皇登基元年 看见台湾百姓遭受地震之苦 乾隆的奏折诸批 只是地方官员办理震灾 他叮咛嘱咐的事项 比城堡奏章还要多 我们看到乾隆的话 他是很认真批 批示这些奏折 那甚至会觉得说 这些奏折里面 给的钱不够 他还加倍给 他那时候会觉得说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慢 就是说以前叫做 几百里加速 几百里加速 那地震是把它当做 普通信件 他觉得说不行 以后地震要做 就是类似要 除了挂号以外还要现实 过往赠灾抚恤 都是先调查人口 才把造册资料送往朝廷 接着朝廷 播发震灾银两 流程往往旷日费时 但这次乾隆 却是指示官员 把钱带到台湾 遇到灾民 就直接发放 1792年 嘉义大地震 造成614人雷难 1800年后 更是每隔几年 就会出现一场 死亡超过百人 在眼中的震 轰隆隆的巨响 地震在翻 天涯地动 楼房倒塌 民众人人皇之 1848年造成 那个是在台湾 比较偏海边这边 像彰化断层这边 那个造成的断层 也差不多有60多公里 也是蛮大的 死了1000多人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 地震灾害是全世界 造成死亡灾害 最快速的途径之一 一秒瞬间 百人甚至千人丧命 至今最让专家学者担忧的 除了是古往今来 发生最多 拒灾型地震的中南部地区 是否再有大规模地震 将要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台北盆地 在双北就只有一条 三角断层这一条 这条断层大概就会在整个台北 盆地的西边跟领口台地之间 一直延伸到 经过了大屯山 然后会到海里面去 总长度在陆地上大概35公里 那如果连接到海里面的话 大概会超过100公里 所以这条断层我们一直在注意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说它双北市是 临近在这个断层这边 所以一旦这个断层 如果有一些发生 比较大规模地震的时候 当然整个大台北盆地的 这个地方感觉 就会发生重大灾害 过去台北盆地的行程 就是17世纪时 三角断层错动陷落 清康新年间 还被运用和写进皮海游击中 未来一旦发生大地震 震断层让盆地陷落 灾害就会出现 土壤异化 楼房倒塌 但水河下沉 导致海水倒灌 从古之今 科学家和地方士生 始终都在呼吁 房子一定要盖得坚固 耐震科技得要与时俱进 灾害来临 才不会大难临头 孤苦误助 观众朋友 看到这颗大型的球体 是号称台北101心脏的阻尼器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能够发挥惯性的定律 和摆藏原理的反作用力 来稳定建筑的结构 足以看见了 当今先进的防震科技 而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科技的文明的发展 也关注了人类的生活 在1994年的2月 强震袭击了伊朗东南部 位于卢特沙漠和马戈沙漠之间 一个名为西福达贝的小村庄 而这个事件就引来全球 地质学家的关心 为什么在这如此荒凉的恶地上 会发生这样子一个地震 难道是运气太差吗 学者发现了 在这里人们能够活下来 是因为有泉水的涌出 而有泉水就代表的沿层断裂 也就是说有断层意味着火药的地质活动 也就是地震会经常发生 那学者更进一步地发现 有许多人类的文明都出现在 这个地震频繁的区域 那除了这个断层造成的涌泉之外呢 那火山所造成的地震 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些区域的土壤肥沃 有利于农业发展 那么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之下呢 人类选择在高危险的地区繁荣 那这个大规模的研究 它的结论是地震 也是人类文明眼镜的加速 还有催化剂 那1895年 日本殖民政府 在他们在台湾的第一年 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台湾高频率的地震 既然和日本互相上下 总督府认为应该要赶紧来设置 一个科学仪器来观测地震 那么积极寻觅了主要的断层带 因此日方就找来了 国际知名的地震学之父 大声防击来访台 开启了台湾第一次地震预测市井 还有建筑的改革计划 1895年 日本刚从中国手中 接过台湾这个殖民小岛 对他们来说 这里物产丰饶 水果好吃 这堂更是经济名脉 但让他们感到亲切如故土的 还有这里跟母国日本一样 地震特别多 1868年 日本维新运动之后 他们也请了很多世界的 重要的地震学家来日本 日本他有很好的场域 去做一个地震研究 地震观测 当年台湾的地震 造成不少人员死伤 房屋倒塌 居民对地震的未知 出现各种假借天谴 诱骗世人的神鬼传说 为了防止乙鹅传鹅扭曲事实 恰巧日本明治维新后 就开启了国内 利用科学进行地震观测 来到台湾后 日本人也顺势把这一项 国际间最新兴发展的 先进科学引进报道 在清朝以前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仪器 我们在地震监测上 我们都是用人体感知的方面 去做一个测量 仪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有仪器你才知道说 这个地震是在哪里发生的 正央它的规模都可以做一个测量 1897年日本总督府就在台北公园路64号 现今中央气象局的位置 新建全台第一个气象观测站台北测荷所 隔年也在台南澎湖台中陆续设立测站 利用多方位的观测更能了解台湾 日本总督府更是引进了 先进的格雷米尔恩型地震仪 用仪器让地震被有效率的记录下来 早期的地震仪你可以有三个测站 你就可以决定它的阵央 它的阵源它的地震的规模 都可以做一个测量 当年日本出了位世界知名的地震学家 大森防击 1890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 开始钻研气象和地震学 1895年他前往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研究 吸收大量西方与地震的知识启蒙 帮助日本后续拓展地震科学 大森防击他当时是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1906年发生了 世界上发生两个重要地震 一个是我们台湾的梅山地震 另外一个就是九星山大地震 九星山大地震 他们当下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他们也造成非常大的恐慌 当年大森防击带领团队 除了来台湾实地考察 找出梅子坑断层的地表破裂 更首次用投影片告诉台湾居民 惊恐的地表震动到底怎么来 为何来 他跟带领团队前往太平洋的另一端 旧金山 替旧金山大地震 找出连美国人都难以理解的灭城主因 在当时的美国他们其实是蛮排日排华的 一个日本人去他们其实是非常讨厌 大森防击他特别去那里做一个田野调查 跟美国人讲说 哇你们这次的地震是因为这个断层的错动所引发的 当年连美国人都对这个日本科学家 投影赞叹与佩服眼光 大森防击还研究出一套 预测余震发生周期的大森法则 他就找出一个大森法则 每隔多少这个时间会再发生余震 他能够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预测 他的研究经验告诉他 不会在同个地点发生两次的大地震 大森防击拍胸谱 让这群身陷惶恐 欲记犹存的美国人 犹如吃了个定心碗 当时的报纸更是推播 指大森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 他正告诉我们 旧金山现在处于安全的 有大师的背书果然获得正面回想 更厉害的是大森防击透过研究 发展出Made in Japan 国兼国造的大森式水平地震仪 他更先进 更精密 自主性更强 能24小时无间断的监测 地震到底从哪里发生 这一台已经 不要小看这一台已经123岁了 是我们台湾目前最老的一台地震仪 那它因为它是水平地震仪 所以它监测就是水平的 这个方面的震动 这个是其中一组 如果我们把这做成两组的话 它就可以同时监测 东西南北向的地震 当年为了防止 汇测出地震波的指针出现Bark 利用类比式的烟熏记录纸 用煤油灯把白色的铜板纸熏黑 接着再放上地震仪魂筒 地震波就能协助判断出震度还有镇压位置 大森是日本制的 那威赫是德国制的 那这两个都是当时我们台湾地震监测的主力 威赫是地震仪是在1928年引进来 那我们大森是日本 它直接在1900年就引进来 所以我们台湾在地震监测上 很早就跟上世界上的这个脚步 为了贵类抗震技术 日本将建筑的抗震工法分成几类 耐震 制震跟免震 而耐震建筑最主要就是强化建筑结构 像是梁柱和墙面 那用建材本身的刚性跟韧度 来吸收地震的能量 再来是制震建筑 它的特色就是设置阻尼器 分散便吸收地震所带来的冲击力 那紧接的就是免震建筑 那么在主结构跟地基之间 来设置这个格震的装置 来缓冲的效果 能够有效地阻隔 这个地震的能量 来传到上方的建筑 那这个防震建筑的日新月异 甚至于连古代的 例如说像亚里斯多德 可能一辈子想都想象不到 那么提到地震 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著作《论自然》里面 曾经提出了几个结论 首先它斩钉结底的时候 地震大部分都发生在晚上 如果是白天 那一定都是在中午 那第二 地震容易发生的地方 是有强劲的海流 有许多的洞穴 或者是有温泉的地方 而第三地震在发生的时候 通常都是春秋两季 很可惜的我们可以告诉他 以上没有一项是正确的 这些资料的来源 真不知道亚里斯多德 是怎么收集来的 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里面 可以了解到 因为当时的科学界 有所谓的四大元素 风火水土 所以在他的自然史里面 他就写到了 风在大地之下的作用 就相当于我们人体里面 也因为风的元素的流动 所赞成的颤抖或者是悸动 亚里斯多德运用了这个奇妙的理论 来解释了地名还有渔症的现象 那同时也发展出人类第一套 完整的防灾理论 大雨之后一定会有地震 不过在1935年4月21号 没有下雨的清晨六点 在新竹和台中洲 先是发出嗡嗡的地名声 那紧接地发生了台湾20世纪 最大规模的地震 这场大地震 酿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 而死伤人数的比例 竟然还有族群的差异 原来在苗栗的客家族群 是以务农为主 那么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因此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多半已经夏天浓忙了 台中洲北部的居民 而多半都是经商的闽南族群 那因为交际应酬晚睡也晚起 在天摇地动的瞬间 多半都还在睡梦之中 因此都被挖压在瓦砺之下 而这一次的震灾 也让台湾在建筑法规上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35年4月21号 清晨6点02分 新竹洲的南部 和台中洲的北部 先是发出轰轰地名 紧接着一阵天摇地动 山崩地裂 尸残断层和臀子脚断层 逆冲又宜 威力大道连对岸 福建厦门都很有感 台湾日新报大篇幅的报道 地震的凶猛威力 当时镇值昭和十年 新竹洲和台中洲之士 全都集中到台北 总督府开会 还有一壶漫画就是地震发生 全部这些展望 全部躲到桌子底下的 台湾总督中川建藏立刻指示 两位之士火速赶回下去 坐镇指挥 但恐怖的是 回到灾区的路 断的断 毁的毁 火车坐到一半 公路也不通 后半段的路不是不行 就是得坐轿子翻身越历 这次的地震 日本政府出动了海空军 飞机先去侦查 那也派了海军救援物资 震后的灾区 犹如被大红炸般 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灾情惨到令人难以置信 1935年 20世纪最大规模的地震 比921还大 921那时候不幸死亡 大概2000人左右 那1935年是3500人左右 有人就讲说 他那时候房屋比较差 的确没错 但是整个村庄全部都不见了 那时候的人口分布 要造成3000多人死亡 他的灾区有多大 这张图是意大利米兰日报 我根据我意大利的朋友 说这个 他们每个礼拜 会用手绘一张说 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是什么 所以那个礼拜 他们所寻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 是1935年新竹地震的报道 当年意大利媒体 跨海关心台湾灾情 珍贵镜头记录下灾民 拿着家当 穿梭在瓦砾堆间逃难 外掉的铁轨 粉碎的桥梁 就连著名的苗里鱼藤坪桥 也因这次地震摧毁 成了现今的龙藤断桥 当时有些照片流入很下来 整个三线铁路停了三年 火车 它开到台湾火车站 那划生了地震 那前面也断了桥 后面也断了桥 它就中断就卡在那边 整个三线修好了以后 三年后 重新把它上游 零件把它更换 才把它开出去 当时地震也发现有奇现象 死伤人数比例 居然有族群上的差异 苗里客家人务农比例高 地震发生在6点02分 很多人早睡早起 早已在田里工作 而台中州的北部 经商的闽南族群居多 交接应酬 晚睡晚起 导致地震来临 逃生不及 遭到房屋压死 至此之后 日本总督府规定 要盖头嘎厨 一定要用水泥沙浆加固 丁阿卡也要用钢筋混泥土补墙 齐楼必须是RC结构 幸好那时候台湾的总督 还有行政长官 都是经历了关东大地震 这么大地震 他们都先预估 所以他们就开始先调动 所以这一次其实台湾也是蛮庆幸的 我们在那个时期 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地震 也有监测系统 而且有这么好的科学家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 在地震学领域可以跟世界 能够跟得上 日治时期 地震科学的一期辅助 加上官方推动市区改正计划 增设防灾避难场 让公园绿地 广场小学都能躲灾 台湾人靠科学及新知 汲取地震教训 避免日后重蹈覆辙 1964年发生在台南的白河大地震 是一场规模6.3的强震 不仅让白河超过三分之二的房屋倒塌 而在嘉义市区也引发一连串的火灾 当时恶火四处地蔓延 景象不知道该从何就起 而火烧延烧一直到隔天的凌晨才熄灭 而无法及时救火的主因 在于民众担心会有余震发生 所以将大型的家具 全部都搬到马路上 因此造成了交通堵塞 而延误了救灾 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 防灾政策需要重大的改革 而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 再一次又震碎了台湾人民的心 引发的7.3的强震 在长达120秒的地洞天窑 对受灾的民众来讲 仿佛如一个世纪般的漫长 这场地震发生在半夜 当时的台湾还沉浸在睡梦之中 而主阵发生后 大概半个小时 6.7的余震又再度袭击台湾 南投市区如末日般的 这种荒芜一片废墟 那世界各地的救援队 也加入了救难的行列 这时的台湾也意识到 在防灾 在地震 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上面 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在921的时候 澎浦大楼后面的主席官邸倒了 因为921他正好在地震带上 所以基督倒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民政厅倒 社会处倒 主席处倒 财政厅倒 曾经他是台湾省政府 中兴新村的门密地标 但这一刻 中楼上的时间 却永远定格在1点47分 这一阵也震毁了 几乎整座南投县市 1999年9月21号 凌晨1点47分 15点9秒 全台天摇地动 摇晃猛烈 时间超达100分秒 这一刻更能翻身 更让所有人确信 人定一步能胜天 看921地震发生在半夜 那时候天摇地动房子倒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因为他跟我打过来都有可能 我们都不知道说他到底当下是什么状况 卫士规模7.3个强震 镇阳就在南投县积极镇镜内 镇原深度8.5公里 属于内陆的浅层地震 而胸梁无情 亮澄全台超过2415人死亡 29人失踪 11305人受伤的黑手 竟是南投地底这一条 几乎被视为 不可能活动的 车龙不断层 在921地震阱前车龙会断层 我认为他非常危险 因为那时候在我们人家的历史里面没有 结果他就变出来了 他南北总共大概100公里长 他的这个平均台深量是2到3公尺 一个这么大范围的地表的台深 可以想象他释放的能量有多大 车龙不断层逆向错动 地震发生当下 正值凌晨睡觉时间 许多人被瞬间倒塌的建物活活压死 台中南投两线 高达95%的房屋受损 整个台湾柔成寸断 残破不堪 大概相当于就是 广岛的原子弹 大概46颗的广岛原子弹 它同时释放出来的能量 那所以撑不断层 基地震可能是我们台湾 可能是最大的地震 百年来最大地震 重灾区南投 曾经以最高规格兴建的 花园城市中心新村 大量建物崩毁倒塌 更别说依山新界的南投市区了 放远望去 整个城市一片狼藉沦为废墟 不止如此 当时全台湾没电 没水 电话断线 居民家门被震到扭曲 无法开启 屋内所有东西挡成一片 更可怕的是 921的主阵后 大小御阵还不间断 即便很多人逃生后 又回家救人或是拿家当 却在这一刻 自己也成了失踪对象 29分钟后 规模6.7御阵又来了 台北18德路 东兴大楼直接倒塌 200多名住户遭到活埋 87人丧命 20多个家庭几乎女口 刚刚一直倒的时候 这比赛谁死队最多人 从6个开始比 我家死两个 台北县博士的家 45人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种生离死别 多么不堪的记忆 至今依旧叫人难以忘怀 九九峰也被震到崩塌秃头 九峰二山山崩滑落 雾峰的光复国中 笑射如白纸 硬生生的被撕成两半 至今惨状被定格在 24年前的那一夜 九一地震的时候 整个车路不断地 从这里斜切过去 把整个跑到台深的 大概2.5公尺的一个高度 那一夜全台经济损失 高达3647亿元 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51711栋房子全岛 53768栋房屋半尾 是台湾战火时期 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但值得一提的是 直到那一刻 我们才开始省私 我们早就知道 自己住在这个地震之岛 但每一次的治灾型强震 我们到底学会什么 看着各国救难队 专业的救难机具进场 而我们的消防队只能 赤手空拳 拿敲棒突发炼钢 1999年的九一地震 我们学到了经验 因为当时第一时间 各国的救灾的队伍都来台湾了 我们台湾才看到 原来他们的装备 他们装备是这么完整的 需要很多探测的仪器等等 像救难犬 其实我们之前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训练 以现在的科技 我们当然不希望它是独运气 我们希望是说 我以现在的科技 我如何面对这个风险 然后做很好的风险管理 钢筋混凝土板块的破坏 神所救援的训练 还有金属切割等等 都是我们平常在训练的一个重点 九二一大地震前 救灾继续不足 救难人员对什么叫做 特种救灾根本不懂 平日训练也只有针对 火警 风灾和水灾 没有生命探测仪 没有救难犬 而国际救难队的到来 让政府意识到 救援体系的重要 隔年制定了灾害防救法 靠着日韩搜救队 我们的训练才开始改进 这就是这个交易员区 因为它保留了这个九一建筑 所以它也提供了这个 国际救难犬的一个认证的场所 所以我们那一年度 我们在这里也考了很多 是这个救难犬 2002年全台成立特种救难队 依照联合国的分级 救灾队分不同等级 2015年台湾也和美国 日本密切合作 成立GCTF 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把人道救援 灾害防救 医疗与咨询安全 统统纳入 让救灾不再只限单一灾害 而是升级成 区域新安全的合作 每一次的大地震都是一个考试 考验你的现在的建筑 是不是可以通过 那其实日本也是很多次 产败的经验 台湾在九一地震之前 没有这么大的地震 所以我们原来的设计的规范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强制性 而且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地震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设计 这是祖金 这是它外围的孤金 孤金的话 以前的话都是 它的弯钩只要90度 可是在地震之后 它这弯钩可能就会松脱掉了 台湾未处地震带上 过去大多数的房屋不够耐震 以为只要强度够就够了 但材料没有韧性 也没有变形能力 当地震来就会崩塌 直到九二一过后 才修改了建筑法规 该房用的枯筋间距缩短 小于15公分 弯钩也要修正为135度 让原本能耐震5节的房子 能提升到6级以上 15公分 然后14公分 15公分 传统就是一根一根钢鱼剪断之后 就做弯钩这样穿越进去 这样绑肥线 所以说它每个地方都要去绑 都要去剥 九二一以后双北市修改为0.23G 我们安全系数已经放到0.33G的话 即便你的地震力大于我房子的结构的时候 我会倒 但是我不会前倒 我只是裂而已 房子整歪掉而已 透过九二一 全台房屋耐震 直接拉高耐震规格 预示公共法 硬体上的防灾外 地震预测也要与时致敬 那个时候确实 整个台湾的地震危害潜失 是没有危害潜失图的 不像日本或加州 有一个每五年就一个新的版本 九二一地震是给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经济也达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应该好好地来正视地震可能的冲击 那根据它的断层长度 我们可以算出它的规模可能是多少 根据统计 每30到40年 台湾就容易发生一次重大灾害地震 防灾教育更不是今天讲 明天就能做到的速成教育 像九二一对我来讲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但现在大学生 到现在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要让健忘的人们对地震防护的反射深入骨髓 居然思维不该只是一种认知 当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我们才能从恐惧与伤痛中挺身往下走 人类科技文明的演进 最主要的一部分是要应对天灾的发生 火山爆发以前我们有几周的时间预警 而台风要来临之前也有几天可以做好准备 即使是最剧烈的龙卷风 我们也有数个小时的危机警示 不过全球每一年都发生近万起的地震 时至今日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办法预测 下一次地震准确的时间还有地点 而地震真正的危机是我们要预想不到的 前一刻我们还在喂猫 猫在阳台上洗衣服或在睡梦之中 可是下一秒所有的安稳跟常态都不见了 在这里知识就是力量 唯有仰赖正确的认知避难的方式 才能够保护自己还有家人 一万全书行万里路 是为了回家与你分享故事 我是谢德青 感谢你的收看 到着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